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这次的状况可能有点类似我们2003年和平医院发生院内感染的状况 因为记得当初那个时候我们也曾经发现过在和平医院里面 曾经有这个没有直接照顾病人的那个清洁人员或者是其他人员都得到感染 但是也追查不到说这个感染是怎么发生的 如果是医院的环境有被病毒污染的话 包括电梯的按钮 包括面板 包括你的桌面或者是电脑键盘 如果被病毒污染的话 没有跟那个病患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形之下 你也可能得到感染 所以环境可能造成的感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专家示警这其实有点类似2003年和平医院的状况 环境可能造成感染是重要的课题 也呼吁民众跟医师都要提高警觉 认为布桃上下楼层都有人员流动的可能性 应该将护理之家也纳入红区